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史丹尼 自從COVID-19之後 相信大家都習慣了做一個網上會議 我自己很喜歡玩網上的狼人殺 以及會跟朋友做一些網上的workout運動 我發覺不論Notebook的前置鏡頭 或者iPad、iPhone的前置鏡頭 畫質都比較差 一來不夠光 二來顏色好像很暗淡 再加上如果我把Notebook的畫面 投射到電視或Projector 其實鏡頭是對不准自己的 因為正常一部電視的動作 你多數會站在面前面 但Notebook是在電視機的左、右或是下面 所以那個角度總是對不正自己的 另外我太太平時會在工作間上班 她會比較多用網上會議去見客 或者去銷售一些產品等等 我正在想 不如我買一個比較好一點的webcam 大家可以使用 我結果在市場上就找到這一隻了 它的名字叫Obsbot Tiny Obsbot Tiny 它號稱是一個叫AI的webcam 好 今天就跟大家開箱試一下這隻 Obsbot Tiny 好 立即和大家看看開箱 其實都非常簡單 一打開就看到這個Obsbot Tiny 的鏡頭 拿上手其實都頗輕身的 146g 和iPhone差不多 好了 再看看這個盒子裡有什麼 有一個掛螢幕用的磁石架 其實是什麼叫磁石架呢 其實鏡頭的底是磁石 可以蓋住它 我待會再示範如何掛螢幕 這裡有一條USB Type-C 線 只有這麼多 我經常覺得這個Obsbot Tiny 的樣子 有點像DJI的Podcast的加大版 這個鏡頭提供1080p 30fps 解像度 還有兩倍數碼變焦 而下面這個雲台左右正負150度 而上面是正負45度 另外底部有兩個收音咪 這裡有一個 另外那邊也有一個收音咪 而底部有三腳架專用的插頭 還有底部也可以授持 跟著磁力的掛螢幕架 就可以掛在螢幕上 我現在用一個MacBook Pro試給大家看 使用方法就是 將架接成這個形狀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下面這裡有一張貼紙 但其實不貼都可以 都掛得很緊 慢慢插進去這個位置 輕輕地按一下 然後把OSPORTINY放上去就會吸緊 然後掛在螢幕上 如果你的電視或螢幕更厚 就自己調節到支援 我家裡的49吋電視都成功掛到 安裝方法也非常簡單 一條USB 線 兩邊插光 一邊插電腦 另一邊插上Webcam OSPORTINY 用USB 供電 其實一插就立即使用 立即開個Zoom Meeting 試試看 基本上什麼都不用教 一開Zoom 就立即使用到這個Webcam 好 記不記得這個樣子呢 除了Zoom 之外 其他的網上會議 網上直播平台都可以支援 不記得 這個OSPORTINY 除了一個1080T的畫質之外 其實他都有幾多特別的功能 第一個他就有這個AI的人鏈辨識功能 基本上就像你一般的手機或者相機都會識別到人樣 那識別人樣我們做什麼呢 就有第二個功能 就是自動追蹤 只要他識別了你的樣子之後 然後給一個5的手勢 他就會跟著你的樣子周圍走 不論你向左 向右 向前 向後 他都會跟著你 其實你會問 在家裡就好像沒什麼用 但你試想一下 如果你在一個會議室 或者一些老師也好 在一些網上直播的時候 後面可能有黑板 你一邊左走 右走 在寫的時候 鏡頭就會focus著你 但你又會有一個問題 但是你擺這麼遠 你的樣子就很小 有第三個功能 就叫做手勢變焦 只要你給一個 反轉的L 只要你做一個反轉的L手勢 他就會自動zoom到你的樣子裡 感覺上是不是很科幻呢 你也可以下載 可以把Webcam的app裝到電腦裡 然後用它的app 控制Webcam的上下左右 或者變焦 亦都可以選擇運動模式 可以加快追蹤的速度 和全新拍攝 而最後一個賣點 就是它有一個 畫面私隱保護設計 它可以將鏡頭向下 假設你在家裡開 誰知道後面有一個 不穿衣服的人 你又可以立即做鏡頭 看不到之餘 聲音都會自動喵 現在進行畫質和收音測試 我眼前把Oxbot Tiny 放在MacBook上 我現在開一個zoom meeting 我想試一下用Oxbot Tiny的畫質 和對比起 我原本MacBook Pro的前置鏡頭畫質 現在正在試用Oxbot Tiny 去做一個zoom meeting 不知道大家覺得 畫面、光暗、色彩是怎樣 和我的聲音是怎樣 現在用MacBook Pro 原本內置的Webcam 不知道大家覺得畫質、光暗 或者色彩是怎樣 和現在用MacBook去收音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再對比多次兩個鏡頭的畫面 Oxbot Tiny 很明顯是比較幼 和色彩比較實 留意一下我的膚色 和衣服的顏色 Oxbot Tiny 的 contrast 比較高 再和大家試一下 Oxbot Tiny 的追蹤功能 追蹤速度都非常理想 不論我蹲下、起床、快跑 還是慢跑 都是成功追蹤我的樣子 加上它的雲台 可以轉到差不多300度左右 所以你去到什麼位置都可以追蹤到 而我發現它的AI 變色功能 不僅是拍照的 是拍照全個人的 就算把護膚蓋遮住我的臉 其實它都會跟著我走 不論出了畫面、入了畫面 還是遮住面 鏡頭都是跟得緊緊的 這個Oxbot Tiny 都大概用了兩個星期 其實畫質的確是漂亮的 亦都會改善到光暗或者白平衡的問題 加上我現在玩狼人殺 或者跟朋友做workout 其實它就會追著我的樣子走 就不會遇到你做sit up 的時候 只是對著牆場就拍不到你的樣子了 而我相信這東西 就最適合一些教師用 前面就擺著鏡頭 後面就擺著白板 你就在後面寫的時候 很多時候同學都會說 跟老師的樣子很遠 或者看不到後面的字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L手勢 反轉L手勢 就要zoom近你的樣子 就會令學生看得非常清楚 好 今天就暫時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Oxbot Tiny 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如果想要知道關於這個產品的資訊 可以留意我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我IG、Facebook 找我 最重要記得支持我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 訂閱我的頻道 讚 訂閱 mina